文化平出道10年 凭借独特的主持风格 主持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节目 不过6年前 他担任综艺晚很大的关注 却有发生一些插曲 他因为经验不足 导致游戏规则全部说错 也让全员跟着玩错 让所有人白白浪费了一关 也让他整晚都深陷在自责情绪之中 却浪费大家的时间 隔天他一个人到大厅吃早餐 结果远远就看到献哥 亲切的跟他挥手打招呼 心想 真碎 以为对方是要把他叫过去教训一番 悲伤献哥不但没有开骂 反而是提醒他关注该注意的事情 那30分钟的谈话 让他至今都无法忘记 也趁则就是在节目上 特别向献哥表达感谢 而一旁这献哥听了也相当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